今天是最後一天上課 對啊 滿開心的 但是明天沒有課 這位同學笑得合不龍嘴 中秋連假都還沒開始 東華大學率先宣布放颱風假 原本四天連假升級五天 學生已經把包袱都收拾好 買好車票準備回家了 明天要放假了 對啊對啊 你家在哪裡 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 所以回不去 對 也回不去 我沒有要回家 不回家 為什麼 因為怕回不來 花東地區每次遇上颱風 都災情慘重 甚至還讓同學都不敢回家 來自各地的橋生更慘 連家都回不去 但是也有台東大學的學生 趁著風雨還不大 趕緊騎著機車回家去 現在還在下雨了 就是要趕著回家 也許是有了上次的慘痛經驗 學生紛紛提前離校避難 對比當學校園內大樹 被吹著倒在地上 兩月過去 如今的台東大學 好不容易清理完畢 如今又來一個颱風 讓校方嚴陣以待 接下來就是 災時的一些防備 那是最重要的 就是防台的準備 防台的準備 花東地區校方不敢掉以輕心 包括花蓮的東華大學 台東的台灣觀光學院 以及台東大學 都已經提早因應 宣布14號當天放颱風假 以免到時交通受阻 想回家可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記者徐玉露 吳彩薰 黃敬文 台東花蓮 綜合報導 Johnny 今õ兒 一晚 你的 花蓮 雕